各位 抓住机会 该做的时候就要做 该给的时候就要给 你现在看到的 你现在看到的 就一点点 但是后边会变成多少 我不知道 但只要你肯给出去 那条江口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你们都听过我在洛杉矶 三十年前的故事吗 我看到一个流浪汉 给了他一个两块五毛钱 然后他对我一生 一个鞠躬 一个祝福 于是改变我里头 所有的属灵观 改变我整个服事的重点 所以就改变了新店教会 你知道新店教会的改变 就从那一个流浪汉 对我的一个鞠躬开始 那个流浪汉 对我的一个祝福开始 他开启了我里头 所有的一个属灵的态度 这一个改变 我那天稍微去算 因为已经算不清了 已经算不清了 我这三十年来 我们教会 因此大家一起奉献出去 帮助别人的钱 大概多少钱你知道吗 三十年大概五亿 这个是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 从我给的第一个 两块五毛钱 两块五毛钱美金 过了三十年以后 他会汇集已经变成了 五亿左右 超过五亿的奉献 这样出去去帮助 但后面还有 我们后面还在继续的帮助 求上帝帮助我们 不要小看 你的那一个五个饼和两条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